每周一讲 Weekly Talk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周一讲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加州一号公路 加州一号公路 坐落在洛杉矶 北边 一直到旧金山南边 它是非常出名的景观公路 也是连接着旧金山和洛杉矶 大家知道吗 它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评为一生必去的五十个地方之一 不管人们是从旧金山出发 还是从洛杉矶出发 在途中都可以经过沙滩 国家公园 桥 瀑布 等等的景点 好了 我们刚刚学习了那么多 关于一号公路的知识 那让我们来做一个小测验吧 with 第一题 一号公路连接哪两个城市 which two cities does route 1 connects 第二题 请列出人们可以从公路经过的三个景点 number two please list three attractions that people can pass by route 1 第三题 加州一号公路被什么杂志 评为一生必去的五十个地方之一 which magazine rated route 1 to the 50 places you have to see in your life 现在该你来讲讲了 如果你可以在加州一号公路旅游 你最想去哪一个景点呢 为什么 now it's your turn to talk if you can travel to route 1 which three attractions will you visit why 好了 我们今天的每周一讲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